女儿说推我爸 我们下去晒晒太阳 我爸多少天都没出屋了 这小公园带我爸出来坐一会儿 接接地气 老同事打个招呼 嗨 嗨 脖子疼 疼的可能是 不烫吗爸 我那天贴腿热 是不 烫 捏我捏我 好 好 这不是烙枕吗 好吧 你这怎么还这儿疼呢 嗯 不知道 好 我问大夫 明天 你啥时候开始疼的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啊 好 我一会儿跟大夫说 大家看 大家绝对没见识过这个 这医院嘛 对面小公园嘛 那这边就有一个大姐 也会给人家刮脸 洗剪头发 所以我爸现在要刮脸 好 好 我都怀疑 这个泡沫是洗衣粉 哈哈哈 咖啡都来了 你家嘴巴会苦 我妈妈苦 他问你嘴巴会不会苦 我爸剃完老帅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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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嘿嘿嘿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就是哎呀 我这刚才出去给我女儿 买了个炒饭哈 走了我一身汗 这两天沈阳真的挺闷的 前几天的话就是那叫什么台风啊 叫啥台风啊 就是那名字我都没记住啊 大家可能觉得会影响沈阳什么之类的 就下了两三个小时的雨 但那几天的话真的比较凉爽 像这两三天的话 好热 你看我这出去买了个饭 回来就一头的汗 你看我这衣服 这都是汗 那我就回答说我昨天就是 我说我这个 我爸爸要继续治疗支架这件事情 很多人说 哎台湾的话是 当时就会做支架治疗了 为什么你那个要拖那么久啊 一个月以后 说你要不要去问问其他的医院呢 大医院什么的 这个问题我也有疑问 我说为啥呢 为啥要一个月以后呀 我说是什么问题呢 我有特意去问医生哈 医生给我这个解答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 呃因为真的是从这个 每天看我影片的朋友 老朋友很了解这件事情的石磨哈 就是我爸爸是突然间脑梗住院 就是打了120然后我们去住院的哈 是这样 这个突发脑梗的现在这个病灶 它还在 因为我爸爸虽然说抢救的很及时 是在这个溶酸的这个4.5小时 还是4小时之内 当时呢医生有跟我讲说的 哎你这个时间的话呢 是在这个溶酸的黄金期之内 他跟我讲说这个溶酸的这个效果呢 是30%到40 可能是因人而异什么的 因为他看了一些检查的报告CT啊 他说30%到40 他说但是呢你爸爸曾经有两次脑出血的这个经历 他说这个要给你考虑就是 如果溶酸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再次的脑出血 他说这给你家属来选择 他说但是医生要告诉你说 你现在的这个时间 就我入院的那个时间 是在这个黄金溶酸的这个4.5小时之内 我说那医生你的建议呢 然后医生就说 因为我觉得我相信专业 我哪懂医啊 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在装的话 那自以为是了 我哪懂医 我说你够融 我爸有血栓你就得够融掉 不可能我这么说话 我说那医生你的建议呢 医生就说 那因为这个30%到40%的这个风险 这个是这个成功率对不对 他说一般人的话呢 只需要承担那60%不成功的后果就好了 可能没溶酸成功 然后呢再其他这个保守治疗就好了 可是你爸爸的话呢 曾经有这个出血的经历 可能说会现在溶酸的话 会造成再次的出血 他说你还要承担这个风险 然后他说你可以权衡一下 他说如果是我的话 他说我是不会做这个溶酸 我不建议做溶酸 那你说我当然是听从专业对不对 就好像说我们家修下水道的 我不会修我还在那指点人家 你怎么给我修吗 不可能的事对不对 尤其是疾病这种东西 我怎么拿我爸去试验呢 对不对 我挑战这个风险 所以当时选择的是在医院的话 是保守治疗 我爸有吃药有打点滴什么的 我当然不知道什么 我知道有消炎什么的 就是药的话我都拍给大家看过 就是有吃阿斯匹林什么的 就像阿斯匹林我妈都说 我们在家都不敢吃 在医院的你给开了 就是在医院我们敢吃 好开了一些什么什么药 医生也嘱咐说 还有个叫阿什么什么什么的药 说这个 就是你这个我爸医生就要吃了 因为我爸用血管的这个 非常状况不好的这个问题 其实东北我这么说 为啥我说在做支架的话 我不会考虑说跑到台湾去做 不是说台湾的技术不行 我相信台湾的医疗 以及台湾的这个 就医环境等等的都是上上选 但是就这个支架这件事情 东北中风的太多了 我估计可能全国中风的 可能都是东北数一数二 因为东北的气候原因冷 然后加上这个习惯吃咸的 然后呢会喝酒抽烟 所以说很多这些生活习惯 因为喝酒也是为了提高身体的热量 所以这个延续下来这个生活习惯的话 又加上这个什么东北 冬天可能太冷 然后呢一进到外面呢 屋子里面的话有暖气 屋子里面跟外面的室温的话 就是可能要差到二三十度这样 然后呢就是 所以说就是会造成很多人 有这个中风的状况 所以说这个支架在沈阳 咱们就说 因为沈阳是东北三省一个比较 发达的算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辽宁省的省会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可能做这个支架的这个技术的话 真的是比较成熟的 我相信说可能做支架的全中国 可能都没有东北多 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医疗技术上面 我觉得说我还不是说什么太大的顾虑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爸呢 是我爸我妈都是沈阳市的居民 就是他们有沈阳市医保 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 你知道吗 就对经济上面的话 这块没什么太大压力 就像我以前说 我说这个这个病的话 它是慢性病 他不是说我看一次就治好了 好我找个好一点的医院 我治好它 咱们就完事了 可是它是一个慢性病 它是一个过程 我不可能说今天我把钱全部都花出去 我去自费 下次再生病的时候呢 真的你赚的没有花的快的话 那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说长远考虑的话 我会在沈阳做这个支架 所以说我不是说在这卖惨 我要大家什么资助我什么都不用 这个的话就是 我过两天把这个出院小节办完之后 我会跟大家报告说 我爸住院这些天花了多少钱 我再跟大家排 大家就一目了然就知道了 有一宝的话真的差很多 然后呢我昨天就说我女儿这个怎么办 接下来我可能要陪同我爸爸 因为等这个病灶稍微稳定一些的话 再来做支架嘛 那说就延误到了说我要回台湾的事情 我看绝大部分的人的话是赞同我说 要留在沈阳上把父母照顾一下 小孩子的话呢就是说 有人说让我先送回台湾什么的 其实回台湾不难 我先生过来接我送回去都可以 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先生呢 他是有大夜班的轮班 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就这个时间段呢 我女儿没办法一个人在家 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可能说 你先可以带孩子在这边上学 有的说是戒毒 有的说自学什么的 其实我跟我先生昨天讨论一下 我先生意思说看跟那个老师沟通一下 可不可以上网课的方式 然后他把教材给我寄过来 然后呢我就先在这边照顾这个 因为突发状况的话就先解决突发的嘛 我不能说我眼瞅的知道我爸生病了 然后要做手术后面 虽然说这个手术风险可能并不大 但是你说我拍拍屁股我就回家了 我心里上面也会惦记 惦念也有点说不过去吧 对不对 我平常在台湾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然后呢就是可能会采取这个方式 让我女儿在这边 有的人可能好心也是帮我出主意 说你要不要把女儿送到什么 同学家呀 闺蜜家呀 借助啊 朋友家 说实话我不会这么做 要不然我觉得不会那么难了 我真的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说实话 很多儿童案件发生于都是什么 熟人做案 你这种半生不熟的感觉 我敢把我一个十一岁的女儿 托付给谁呢 我真的做妈妈的话 可能我算是想的多的人 还怎么样哈 我真的不想就是挑战这个风险 真的如果我女儿发生什么事情 一辈子的痛 我自责一辈子真的 而且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 大家能体谅这个当妈妈 就是自己有个女儿这个想法吗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不可能说 把我女儿什么 偷付给同学呀 我女儿同学家长什么 闺蜜呀什么 绝对不可能 邻居呀这些 不会 真的不会 我女儿的话 我说实话我会算 女生 我敢这样做吗 我真的不敢说实话 然后呢 可能是说我女儿这部分的话 我可能就会说 初步是这么想哈 我跟我说我还没跟我爸妈讲呢 我要说我留在水阳 等我爸爸爸爸这个架好支架 我爸妈肯定不同意 肯定让我回台湾 他们真的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我着想 但就是这样的父母 你说我反过来我不为他们着想吗 也不对对不对 真的我父母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父母很普通很普通 老老实实一辈子的工人 然后呢 现在退休了老了 什么都是在为我着想 我爸妈好像这次 因为我妈现在在医院发烧了 我妈还在 我爸还在说说 我妈说的 哎呀我是不是二阳了 所以他阳他都没告诉我 抱歉哈外面在割草 这除草呢好像 好了我们继续啊 刚才说到哪儿了 打乱了 就是说我 我的就是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提到说 让我婆婆过来帮我照顾 我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婆婆没有义务一定要帮我顾小孩 所以说我这些年来的话 我唯一就是说我是坐月子的时候 因为我早产一个月 我的月子中心的话是龙年的话我进不去 他就是床床位都一个顶一个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的话呢 是我我妈的话呢 我又买的票的话呢 是我生之前的这个提前15天到 所以说我这不等于说有15天的空档 现在是没有人帮我照顾吗 是我婆婆来帮我照顾的月子 我婆婆我当时跟大家讲过是不是 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窗外在那儿苦 就是她不适应这边桃园的生活 我说你你可以 因为我婆婆家住宜兰的 我说这个我说妈 我说你让那个我老公带你下楼去买菜走一走 楼下公园转一转 加勒福逛一逛 不去我婆婆不去 然后呢就是我妈妈譬如说是15号到台湾 我妈妈跟我爸爸哈 我婆婆是在14号的早上做好饭 我公公就把她载走了 然后就跟我说阿丹达 中午饭跟晚上饭我都给你做好了 放在冰箱里 你自己热一热就可以了 她不就走了 就实在有点忍无可忍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我就是 我知道我婆婆不喜欢我们 在桃园的这种生活方式哈 因为她住后天习惯了 在乡下哈 我们家是住大楼这样 然后呢就是直到就是四五岁的时候 我女儿她有一次是她得肠病毒 那不能上学了 发着烧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当时在工作 我是在卖场工作 那工作人员好几个 那老板怎么会让你带着孩子去呢 我先生的也要上班 我这个我就跟我婆婆讲 我老公打了电话 我说跟妈商量一下吧 看能不能过来帮我顾几天小孩这样 因为她不让她上学嘛 我婆婆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去 后来真的没有办法了 是我老公带着发烧的女儿 去他们公司上班了12个小时 说实话那时候我非常难过 你知道吗 你说我有没有不开心 有 没有人帮我忙 但是我一直我都觉得说的 人家不帮你也是人家有人的道理 没有一定要帮你 所以说这么多年 我包括拍影片这么久 大家没有看到说什么 为什么你婆婆不来你家呀 不是我不让她来 是她真的不喜欢来 是这样 所以说我从那件事情以后的话 我再也没有张过嘴说的 妈我要回大陆 妈我要出国去玩 麻烦你帮我顾一下小孩子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这是我知道的 所以我知道说我是没有外援的在那边 明白吗大家 所以说我婆婆这条路可能也行不通 然后再来的话我工作 我老公的这个工作呀 也很奇葩 他不是说很多岗位啊工厂啊什么的 大家轮班 少你一个不少 多你一个不多 请几天假没关系吧 他的工作比较特殊 他们呢是三四个人好像轮班 每个人呢顶一个班 就这一个班只有这一个人 然后他们是24小时轮班 像老朋友的话可能都知道 我们家都是错缝出游 因为他假日的话 连请假都不能请 所以说都是平常日我们家出去玩 可能跟同事换一下三天两夜 我老公如果休息三天 他的那个同事就要连上三天 那如果说我老公要是说 上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白班的话 他的同事就要连着一直上夜班 人家也操不起也太操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为啥觉得说我有难度 如果说真的这么轻松的说 老公你就上白班吧 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真的就是也不怪大家 大家都是好心帮我出办法 但确实就是我们家这个就是 状况啊真的跟一般家庭的不太一样 所以说就是我才有这方面的顾虑 但是我跟我老公就是讨论 我爸爸妈妈现在我还没有说到说 我要留下来陪你坐支架 他们肯定会赶我走 跟我生气什么之类的 我爸还在住院 我就没惹他们这个 但是这个我是这个心 我是有的 我想说陪我爸爸妈妈 你看这次我妈现在累倒了感冒了 我不知道是确诊还怎么样 我今天会带那个新冠一号 给的过去 因为我现在家里嘛 我等一下又要过去替换我妈妈 我把新冠一号给他带去 希望他能够赶快好起来 要不然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呀 那真的我就是啊 忙了 我不知道这回可不可以瘦了哈 这样 我就开个玩笑哈 但是真的就是 嗯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办法就是 我先生的意思说就是 找老师看可不可以上上网课 然后呢他把材料啊 就书书籍给我寄过来啊 现在是这样想的 那就是说 我老公还说呢 你不用担心我啊 这边我自己可以啊 他说我会好好带小Q 我们就在台湾 他说这个如果忙不过来的话呢 他说他过来 我说你过来也不现实 如果你过来的话 我就把孩子送回去了呗 我说你就帮我顾呗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 所以说就是 现在 难点就在这 那我也相信说 老天爷一定会给我一个 好的一个方式哈 只不过可能现在我还没有想到 或者是说 没有解决筒 我相信一定都有好的结果 好了 那阿丹就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就是这个状况 很感谢大家一直帮我想办法 很感谢大家哈 给我一些启迪 好了呢 就这样的 我赶快出发 要去医院了 看我妈在那边状况怎么样 然后替他回来 让他回来休息一下这样 好了 那我们就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 拜拜